哈喽大家,我是Shelie 前几周我的两个视频好像激发了B站的推荐算法 播放量比较大 每天都收到很多评论和私信 我也收到了很多的提问 所以今天我做一个视频来统一回答一下大家问的比较多的问题 一,我是什么职位,会哪些技术 现在是全站程序员 后端用Java,Python 前端用JavaScript写React 最近在写GraphQL 以前实习的时候用Skyla写了一点API 当然在公司里写的代码一行都不能泄露啊 在学校里面还学过PHP PLC Code 用Android Studio做Mobile Development 第二,美国程序员会不会加班有没有996 美国加拿大的科技公司基本上都是标准的朝九晚五 很少会找到公司是996的 当然忙不忙要具体看你遇到的老板 可能会遇上比较忙的组 但是也不至于996 小的公司比如说创业公司 Startup那种可能会比较忙一点 基本上只要你保证8小时的工作时间 这8小时是包括午休的 剩下的都比较灵活 起不来或者是住得远的人可以朝时晚六 如果是有小孩的可以朝八晚四 因为要接送小孩上学 我们公司的规定是 大家都会把会议安排在10点到4点钟之间 这样只要你保证这个时间段之内都在公司 别人找得到你 其他的时间都可以自由安排 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和自己的习惯嘛 那这边午休其实是也算在工作时间内的 一般是12点到1点 但是因为打扮的地方要排队 所以我们一般都11点半就下去排队了 你也可以休息到2点 其实没有人会管你 因为比如说有些人中午不想在食堂吃 想去外面远一点的餐厅吃好吃的 那总的来说只要你把自己的任务完成 你的工作节奏和工作方式都可以自己安排 下班之后或者是周末期间 基本上都是找不着人的了 除非这几天轮到你uncle值班 北美的开发速度是比国内要慢的 这边比较重视work-life balance 感觉大家都不希望显得自己除了工作一无所有 或者自己能力不够不能按时完成任务 这边大部分的科技公司都是用agile development或者是scrum agile development大家可以去搜一下什么生命节开发 每周做多少任务 都是在spring planning的时候 按照每个人的有效工作时间合理的安排好了的 不会给你安排过多的任务 当然也会遇到deploy的时候需要加班 这个时候老板一般都会说 你今天晚上加班了 明天早上可以不用来了 下午再来 或者是下午直接work from home 一般都是要补偿你一下的 如果总是让组员加班 组员肯定就会想赶紧换组或者是跳槽走人 反正美东美西 程序员机会太多了 待遇也都很高 我之前做了一个视频 详细介绍了程序员在美国这边的薪资状况 感兴趣的可以看一下哦 如果一个manager总是留不住人 那这个manager的上级就会介入进来了解 到底是什么原因他总是留不住人 是这个manager管理不善 还是他不适合做管理 因为每次流失的人才 公司都需要去重新招聘 面试培训新人 这些都是要花时间花钱的 如果一个公司整体都有加班文化 那名声会变得不太好 会很不利于以后他们继续招人 在glasstore这个网站上面 一般都可以看到所有公司 下面匿名留言的很多 关于这个公司的文化啊 氛围啊 或者是work life balance 或者是待遇啊 三 程序员会不会掉头发 科普一下 写代码是不会掉头发的 但是996会 无论什么行业 过劳都会伤身体 福报和健康 我选择健康 雷军 马化腾 李彦宏 丁磊 张一鸣这些人 以前都是程序员 然后忽兰和庞博也是程序员 国内外企和国外的程序员 待遇和work life balance 都是很好的 很少人掉发 建议可以多看看 油管的程序员博主 然后大家也可以在油管上找我 我的名字也是Shirley Yuki 第四个问题 程序员是不是青春饭 在北美这边不是 我以前实习的公司 和现在工作的公司 都有很多378岁 40多岁的 我们还会去参加 他们小孩的小学毕业 才艺表演啊什么的 程序员的职业发展 可以走管理岗位 或者是纯技术岗位 我以前实习的公司里面 有一个老爷爷头发都白了 跟他老伴很喜欢去河边钓鱼 他是公司的创立成员之一 我记得我去面试的时候 他还跟我吐槽 说他是组里面 最老的学东西比较慢 但是我进了公司才发现 公司网站的架构是他搭建的 而且公司从Angular转react 也是他带的头 他就是不做管理 自己每天忙着学东西写代码 这个老爷爷人超逗的 大家都很喜欢找他聊天 五 学习哪个编程语言 初学者可以考虑动态语言 Python和JavaScript好入门 但是我个人觉得 我在学了Java之后 才达好基础加深的理解 目前Ez最广泛运用 最流行的语言趋势如图 对大部分编程的人来讲 与其去纠结 应该学哪个语言 哪个语言更优越 我比较同意的观点是 不如多花时间去思考 你要用编程构建什么样的产品 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来体现你自身的价值和影响力 因为行业更新换代太快了 今天大火流行的语言和框架 会被替换了 而培养出自己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的洞见和能力 却永远不会过失 当然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点 来选择学什么语言 如果你想创建一个简单的网站 就可以学现在很流行的JavaScript 和React框架 如果你想做一个手机APP Android开发可以学Java Kotlin IOS开发可以学Swift 那么下一期视频 我也会推荐一些 我觉得比较好的学习资源 感兴趣的小伙伴记得关注哦 第六个问题 国内的毕业生和在职程序员 能不能直接找美国的工作 首先自己技术过硬的话 找工作并不难 难的是工作签证 H1B工作签证是每年4月份抽一次 总共的名额只有8.5万个 今年的申请者达到了27.5万人 其中67%是印度人 13%是中国人 明年总人数可能会降吧 抽签就是纯粹看运气了 所以你需要找到一个 愿意sponsor你抽工作签证 并且愿意一年一年 等你抽中的公司 实力强的话 大厂都应该愿意等 或者你可以在国内进入这些外企 然后想办法调到美国 当然工作签证还是要抽的 我也遇到很多 有几年程序员工作经验的 中国人 印度人跟越南人 大家的做法都是读一个便宜的 时间短 并且有STEM认证的硕士项目 这样你可以有一年的CPT实习许可 和毕业以后三年OPT的工作许可 非STEM的项目 毕业之后OPT只有一年的许可 那么持有H1B工作签证 将给你六年的工作许可 前提是你没有失业 或者是失业不超过60天 第七个问题 到美国留学需要做的准备和需要多少费用 申请美国本科 你需要高中成绩 托付成绩 个人陈述和两三封推荐信 SAT分数不是必须的 但是近几年大家都考 所以有SAT分数会更有说服力和竞争力 申请美国硕士 你需要本科成绩 托付成绩 GRE或者是GMAT 个人陈述和两三封推荐信 有些专业会需要个人作品集 比如我以前申请城市规划的时候就交了作品集 转专业的个人陈述应该如何写 我在上一期视频里面介绍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哦 很多人问我美国留学需要花多少钱 这个问题我真的很难回答 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学费标准 私立学校比公立学校贵 university比college要贵 城里比乡下要贵 但是排名前50的学校 有私立的 有公立的 有university 也有college 有分布在城里的 也有分布在乡下的 所以如果你有感兴趣的学校 你可以到他们的官网上 去查他们的学费收费标准 因为有些贵的学校 可能是便宜的两倍多 所以我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大概的数字 而且很多同学都申请到了 半奖学金或者是全额奖学金 这个其实也不是很难的 具体要看你是哪所学校 也具体要看你的分数 房租也是 城里可能比乡下要贵出两三倍 在城里也要看你要住哪里 想跟几个人一起住 我从本科到研究生 房租都是控制在 每个月600多或者是700多美金 但是最近几年西雅图 跟波士顿的租房价格 涨到了多少 我就不是很了解了 伙食费 这边食物原材料可能会比较便宜 所以自己做是最划算的 然后我和很多同学朋友 都在校内打工 如果你能争取到助教 或者是研究助理 当然是最好 时薪又高 又能放在简历上面 作为工作经历 比较吃香 校内也有很多打工的机会 比如说咖啡馆 食堂 图书馆 或者是各个系 各个学院的办公室 F1学生签证 只允许校内打工 而且全职学生 每周最多只能打工20个小时 如果你都做满的话 按照最低的薪资来算 应该会有800到900到的收入 第八 学校名气与找工作的关系 选学校看哪些因素 我觉得近几年的趋势是 名校学历都只是敲门砖 最后还是要看面试的表现 看你的实力 大多数公司对自己本地的学校 会比较了解 因为他们招过一些 这个学校的学生 了解每个学校 学生的素质如何 上过哪些课 实力如何 他们也会到周边的学校 办很多活动 一般都会有一些 认识的教授 或者是系主任 定期可以给他们 推荐一些优秀的好学生 所以本地的公司 都非常喜欢 招周围学校的学生 学校的总体排名 是有很多因素在里面的 我觉得应该更加 看重专业排名 应该多花点时间 看具体都上什么课 交的技术站 有没有与时俱进 学校对国际学生做实习 就是CPT 有哪些规定 转专业的学生 要看自己能选到 多少CS的课程 然后可以看看 前几届的就业率 学长学姐们 都分布在哪些公司 还有这个学校 提供哪些求职咨询服务等等 好啦 统一答一就回复这么多 私信比较多 可能会看不过来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 想了解的问题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下一期视频 我会介绍一些 编程语言的学习资源 感兴趣的小伙伴 记得去关注我的频道 最后求转评赞三连发 Thanks everyone for watching See you next time 柱子 期待接客了 去床了 我们要营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